觀眾朋友,今天晚上我們一開始帶大家看到是徐曉星被列洩密案的被告 但是進入了司法調查卻一整個歪樓了 吳釗燮,堂堂一個外交部長居然自封是魔法部的吵架王,還不夠 他發文說一定吵到底 我們就問,如果徐曉星有罪,法官會判刑 外交部長有必要做到這樣嗎? 好,今天要跟大家報信的觀眾朋友 最近的《真正新聞》只有四個字,叫做《血流成河》 凱哥勞會勞底 那今天吳釗燮部長他已經即將在下個禮拜一就離開外交部 要到國安會當秘書長了 那臨別他跟記者會有查詢 查詢當中到底是因為大家取這個綽號,誰去做這個條子我不知道 掛起來有沒有,因為他要去國安會對不對? 國安會戰神,對不對? 他是Joseph,然後那個Wu,JW 魔法部,就是Mofa,外交部叫魔法部 那個魔法部吵架王 那問題是你掛這個,你照照片 基本上就是鄰居跟自己的朋友的一個大威脅 可是他有寫,他PO這個照片的時候 對,就是導播現在給大家看的文章 這一下來喔 媒體朋友給我的封號,各位覺得有道理嗎? 他講臨北啦 那大家講台語就知道什麼意思了嘛,對不對? 臨北傳說到底 那知道他要吵到底啦 那當然,吳釗燮部長的態度已經很清楚 他認為徐曉星委員是洩密嘛 所以他已經告了對不對? 那現在目前用刑法第132條之一 他交付或者是呢,洩漏了機密文書 所以並不是國家機密,也不是國防機密 可是機密文書還是密啊? 三年以下 所以呢,他跟徐曉星說要吵到底 然後觀眾朋友,我先講一下 等一下講小心喔 現在要離開,當外交部的部長離開以後 變國防會秘書長了 那外交部的部長又是林佳龍啊 林佳龍不能不吵到底嗎? 林佳龍如果說我要撤告可不可以? 是可以喔,就是新的外交部長 可是他等於講說我一定吵到底 但問題是你只能吵到下禮拜一啊 所以也就是說吳釗燮部長他 特別講說我是吵架王 但是這是媒體的朋友給我的封號 那面對其實他沒有講誰 但知道他就講徐曉星啊 我一定跟他吵到底 他是魔法部的吵架王 我跟你說這件事根本不是這樣處理的 你堂堂一個外交部長 又要當吵架王,又要當戰神 何苦呢? 今天司法的事,司法解決 今天已經告進去了 檢察官會去辦嘛 有對法官會去判嘛 所以現在目前是這樣 因為剛剛前一段講 這是吳釗燮部長他的個性啊 那當然吳釗燮部長的個性之外 政治的刑事判斷 總統府支持他 行政黨陳建仁支持他 民進黨的黨主席賴清德支持他 所以是府院黨都支持他 去告徐曉星啊 所以接下來林佳龍要迴旋的機會 其實我覺得並不高 雖然也許他是比較溫和的人 那就起一 這邊叫林北 我們今天這一集 搞拍給他多少 這邊叫老娘啦 對不對 他看了以後 許曉星也沒有再跟你客氣了對不對 直接講說他是林北 我是老娘 大家繼續來吵 那許曉星委員他的這個態度也是很清楚啊 他認為說這個東西本來就不應該設為密 那他說他跟外交部的所有公文的網站 找我開直播他還來留言啊 他說都是給我密件啊 所以我為什麼不能夠踢爆 每個人作風不一樣 所以現在目前 許曉星委員跟外交部長吳釗燮 所以兩個人就正面槓上了 委員對外交部 許曉星對吳釗燮 他們兩個就正面對決 那現在已經去到了台北地檢署 之後怎麼辦 我們後續再看 這本來就是立法院 跟台北地檢署 這麼近的兩個機關 中間可以釐清的事情 整個歪樓在於 許曉星在這個事件之後 居然連連接報 被跟監 被掀這個信箱 整個個人的隱私 甚至完全沒有隱私可言了 我們今天在討論所有事情的時候 事實技術很重要 有的東西是你喜歡 有的東西你不喜歡 有的東西是有沒有違法 或沒有違法 在過去這個禮拜來 大家看報新聞都能知道 其實我支持許曉星委員 我支持曉星 去揭蔽 找到外交部 可能違法貪賬亂法 這是國會議員 但大家應該知道 我並不認同密件把它弄出來 一來不應該 二來你會被告 但是其他的部分 你去質疑外交部 說不定真的有問題對不對 這部分呢 我是覺得密件不該公開 但是 你今天一個委員 他的問證 你牽涉到他的家人 他的媽媽 他住哪裡 每天在那邊拍來拍去 這個我就不認同了 每一個工作人物 都有他的私生活的部分 跟他的家人嘛 那現在是這樣 因為一開始是 我有看相關的節目啦 就是跑去許曉星 宋山說在金華城旁邊 那個老房子嘛 五十幾年對不對 然後第一時間 記者也不知道 為什麼知道他的住址 到了他家樓下的時候呢 先去看信箱 就像哥重點在這裡了 你今天信箱裡面 就像我舉個例子 給觀眾朋友聽就知道了 今天你跑到停車場去 我去繳停車費 二十個三十個發票掉下來對不對 我的發票掉下來我拿走 前面有一個人沒有拿走 我不能拿 你知道嗎 那是侵占喔 所以別人發票你不要碰喔 別人信箱的東西 你不要拿喔 結果大家跑去外面看說 那個信箱滿滿的 這就是推論嘛 講難聽你的腦補嘛 信箱這麼晚 表示一定沒住這裡 準備要多更賣出去啦 所以就有 好像就有人 也不知道是媒體界 反正大家回去 現在需要興趣 其他去報警了 你怎麼碰我信箱的東西 對不對 搞 第二個你怎麼跑到我家樓下去面子拍 而且還可能牽涉到 我在家裡面穿著比較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隨便的時候的這些隱私 所以徐曉欣 直接到雙三分局去告了 那一些跑到我家樓下來的這些人 騷擾我 偷拍我 弄哭我媽媽的 我通通通都給他告了 所以就是徐曉欣 委員他的戰力 他就是他就本來就秘歡 就不服就幹 但問題是 這大家不會算 俊翰哥 這個是有人跑去下面 有人在下面跟著警察來調查 有人翻信箱而已 還沒到519不是黃國昌要上街頭嗎 前一天518也有人要上街頭 誰要上街頭 4X8要上街頭 幹他什麼事 他直接把徐曉欣 他們家樓下的那個路權 我其實基本上我真的覺得 大家不要這樣 他把他家樓下 就這麼一個小巷子 進化在旁邊 你看這個很老舊對不對 老舊公益旁邊這個巷子 他把他借起來 把他借下路權 我不知道他怎麼樣 他說號召所有想看徐曉欣 家住哪裡的人通通都來 我不知道這個後續會變成怎麼樣 這件事情就像你講的 公司裡 預理給人家分清楚 這個已經超過了普羅大眾 可以接受的這條線 我就問 講到了這一格 來到了這一格 這個跟外交限密完全無色了 這件事已經演變成霹靂火 八點檔了耶 所以其實就是這樣 喬欣的戰力現在目前聲量第一 戰力第一 但是得到的批評跟攻擊也是最多 那今天我可以看到 這個戰鬥欄一字排開 十幾個立委都出來開記者會早上 說他力挺徐曉欣 那曉欣確實他的個性也是 就是不服就幹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 不服就幹的密歡 什麼人他都敢罵 什麼事情他都不怕 雨萱你怎麼看 曉欣跟吳釗燮 誒 洩密案都已經進到司法調查了 吵架吵到歪樓啊 我坦白講啦 我覺得國民黨的立委自己要去反思一件事情 很多事情不要只用罵的 因為你今天一直罵 吳釗燮這個不要臉 吳釗燮這個敗壞 這個外交系統怎麼會這樣 不知道那你就以其人之道 環志祺的聲音不是很簡單嗎 以後經濟部長郭志偉來 我喝杯跟你講 就這樣 這像話嗎 立院的殿堂 把他接進去啊 居然哥 為什麼不行 吳釗燮說接地氣啊 田中光接地氣啊 以後 各位 看到外交部的 看到市長 記得 這些委員們 大家喔 多學成為陳柏惟 看到他們都在講說 臨爬現在跟你罵人啦 這條有預算現在是怎樣啦 你不會講台語也沒關係 會講臨爬兩個字叫 成和體統 這樣接什麼地氣 可以這樣子喔 沒關係沒關係 趕快趕快 這個賴清德來立法院 接受國情報告 我們的賴準總統的時候 你國民黨委員是不是要跟他 臨爬跟你這個總統說一下 像話嗎 不要亂拗啦 重點是好笑是什麼 好笑的是吳釗燮今天 還受勳耶 一等勳章 說他對於台美貿易之間 我覺得我是很為難我們總統府的小編 因為你知道 我知道蔡英文的文膽很好 但我第一次看到體會到什麼叫做 就算是文膽 平常是口若懸河 妙筆生花 都會江郎才盡 因為他講說 吳釗燮 這個台美貿易做得好 講了老半天 你知道他是外交部長 那居然哥 有沒有提到任何跟外交有關的事物 沒有 完全沒有 因為一直斷交 他整篇搞 都沒有談到外交 都在談別的 都在談對沒關係 亂七八糟 所以我覺得你的總統府都在湊生 他那時候頒獎給他 所以我跟你講 你蔡英文頒錯了嘛 總統 蔡英文頒錯了 你要頒什麼給他 你不用給他勳章 你不用給他彩帶 你說吳釗燮 你這條拿來給我 你就頒給他 立議院 你知道嗎 他寫什麼 魔法部吵架王 國安會 新戰神 JW 你知道JW是什麼意思嗎 招謝 你就把這條袋子過來他身上 他就開心了嘛 所以我坦白講 吳釗燮 他的原因是這樣子啦 陳耀祥是不是也在立法院胡說八道 那你說吳釗燮要高僧 為什麼也胡說八道 當然胡說八道 因為他很清楚 自己不是高僧 自己是被林佳龍幹掉了 準備要退休了 去國安會秘書長那邊 當個代退老人 未來也沒有錢 也沒有一千萬 也沒有三百萬 也沒有援助捷克晶片的 三千三百萬可以花 沒辦法賭盤 沒辦法賭盤 這有當無賴 博弈你怎麼看 還記得蔡英文上任的時候說過什麼 謙卑謙卑再謙卑 到現在 陳建仁即將卸任 他又跟卓榮泰說什麼 要謙卑的面對國會 這是蔡英文包括綠營 所有高層講的話 可惜的是我只看到 蘇貞昌之前直接罵立法委員 不要臉 到現在柯建民為了攻擊國民黨 居然說出發生地震是老天有眼 這種離譜的話 都敢講出來 你告訴我 哪裡有謙卑的態度 甚至是吳釗燮是最最離譜 他之前是嗆許小青說什麼 告我啊 來告我啊 鳥是國會你告我啊 講了快十次啊 就到現在呢 哇塞不值啊 不值用講的 還例行啊 穿了一件魔法部炒家王的衣服啊 還披著彩帶微笑 拜託你現在是外交部部長 不是地痞流氓好不好 你講的話做的事 真的是讓我覺得丟臉又可悲啊 拜託一點尊嚴跟高度都沒有 但問題是呢 在發生這種事情完之後 外交部是怎麼出來護航無召謝的 他說 林北 林北啦 這種講法是接地切的講法呀 沒有問題啊 接地切的好像是大陸用語吧 所以現在我們外交部也被滲透了 我們也來認知作戰 喜歡用對岸的語言來跟我們大眾講話了嗎 完全搞不清楚狀況 亂扯 所以我只能講啊 吳釗謝身為在任內斷交最多的部長 所以他接下來要轉職了 但是我現在拜託吳釗謝一件事情 在520之前 拜託你建議一下 你的下一任 林佳龍 以後只要在哪個國家 我們的邦交國 要來跟台灣要錢的時候 請你霸氣的回去 林北無錢啊 好不好 我們沒有錢 我們絕對不要被欺負 如果你認為林北是接地切好的做法 以後任何的回應 麻煩你 用林北來當作主持 我就給你一個讚 要不然你這種 只是單純的針對徐曉欣 想欺負曉欣罷了 這種做法我覺得 真的是非常不恰當 好 袁芷你怎麼看 今天 吳釗謝居然披上了這個圍巾 他又是戰神 又是吵架王 然後直接跟徐曉欣開刺 你怎麼看 第一 我覺得吳釗謝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對這個照片洋洋得意 一般來講的話 你被人家講說是魔法部吵架王 如果說我會覺得很難過了 代表什麼 代表說我在這個外交部長沒什麼政績嘛 然後現在 所以呢 你說我是吵架 我反而得意起來了 至少我還會吵架 所以我就覺得你是不是乏戰可乘 然後 但是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吳釗謝你算吵架王嗎 其實坦白說 會吵架的人還要練過 第一個他口詞要很清晰 口才要很流利 他懂很多事情 反應要很快 可是吳釗謝 我不覺得他很會吵架 他只會跳針 你看他那時候面對徐曉欣的時候 他只會一句話 告秒是國會 你告秒是國會 就是 那所以以後大家要吵架 只要有一句話不斷跳針 就是吵架王了嗎 所以我覺得吳釗謝真的很好笑 人家在酸你好不好 然後再來就是吳釗謝 你是一個外交部長 外交部是最應該重視國際禮儀的 應該是代表國家 跟其他國家去建交 去交疑 應該是國家的像一個代表 結果一個痞子一樣 在那邊吶架吶架 那個講不停 然後我覺得更好笑的是 今天國安局還出來幫 吳釗謝在那邊解釋 今天有立委問國安局說 你們那個吳釗謝一直吶架吶架講不停 是很粗俗 是一個痞子 國安局居然回答說 沒有啦 吶架不是粗話 就像他馬的也只是口頭禪而已 我們的政府什麼時候 變成這種痞子政府 這太荒謬了吧 居然看要是我是吳釗謝 我真的覺得記者在酸我 我真的不會po那個 你知道魔法部 魔法部一般來說可以說很棒嘛 你變出很多邦交國 你吳釗謝是把我們邦交國 一個一個變不見 你這個魔法部不覺得人家在酸你嗎 還在那邊洋洋得意 真的是非常荒謬 以前你去攻擊許小青 到底有沒有詐騙什麼什麼 或者是說真的有沒有泄密 不同立場的人 會有不同的見解 但是我覺得你去路上問 問大家 誰可以忍受說一個人在家裡 沒事要被人家偷窺的 然後甚至於還跟許小青說 許小青 你只要站在73公分以外 你就不會被看到 奇怪 我在我的家裡面 我喜歡站20公分30公分 為什麼我要受你的控制啊 我覺得這是一般人不能夠 忍受的底線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有人去翻許小青的信箱 弄到一封信 許小青其實有解釋 他說他為什麼他的信箱被塞滿 人家攻擊他 說塞滿信箱 可見沒有住那邊 他說不是 他說是因為比較重要性 他另外都譬如去郵局領 或者是帳單 他會用手機繳費 那些大部分都是廣告單 可是居然有人可以從裡面挑到一張 跟都更有關的信箱 代表說他一定去翻他的信箱 那我就問 我們這個社會可以容許別人去翻你家的信箱嗎 這些不需要政治立場 這些都是基本的社會的道義 那當就是側翼打到 我打到這個地步的時候 我認為一些中間選民會反彈 會覺得這個罪殺會不會太over了 好那當大家有這種氣氛出來 再加上我們剛剛講那個吳釗燮 國安局 你們為了要護航 你們白他媽的這種粗話都變成禮儀了 那整個社會還看得下去嗎 所以慢慢慢慢我覺得這個風向 本來感覺還是各有立場 現在整個風向我認為會導到 喬新這邊 因為實在是做得有點太噁心太誇張了 所以謝祕阿 我還在等真相 結果現在演變成吵架王跟祕歡 直接公開開戰了 你怎麼看 首先第一個 今天本來立法院國防外交委員會 邀請外交部國安局 去做相關的報告 結果我們的吵架王沒有出席 因為他在總統府接受總統證勳 他是公務行程 所以他跟立法院請假 所以你們本來期待的就是 許曉新會不會再對上吳釗燮 沒有今天沒有發生 所以這個吵架王可能還要再等一等 你就剩這一個禮拜看樣子也沒有什麼機會了 因為下個禮拜一開始 這個吳釗燮榮升國安會秘書長 就會變成國安會戰神 這個魔法部吵架王沒有機會再當了 所以今天比較可惜是這樣 但是其實講到許曉新的這個事情 今天剛好是滿一個月 從他的大姑的詐騙案開始衍生到什麼 他的穿搭啦 他的房貸啦等等等等 一連串的現在燒到什麼什麼 他的房子跟這個金華城案都可以扯上關係 那我老實說任何人都有集會遊行的自由 但是比如說現在很多的綠營的側翼說 許曉新你當時可以去賴清德的老家 現在為什麼我們不能去你家 好我們就問一個最簡單的 請問賴清德住在那邊嗎 沒有請問賴清德的老家 為什麼有國安的水戶在那邊輪植站崗 這個都是屬於可受公平公眾人物嘛 那許曉新的老家 這不是老家 這是他2021年買的 這是他最近買的房子 那他買的這個房子 他是住的 這是他的住所 請問你去那邊要幹嘛 所以他許曉新要告也是他的權利 那告不成也就沒辦法 也拿這些人沒辦法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今天那是他的私領域 如果今天比如說是他貓 我去借許曉新服務處前面 我要去許曉新那個服務處門口抗議 我百分之百支持 但你不用搞到人家的住家去 違建 你說你去舉報啊 你就讓台北市去查嘛 你說有違建就有 是他貓什麼時候變成建管處處長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很簡單 如果你今天側翼搞到太誇張 我跟你講社會不會有支持 五七爆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來了 謝謝大家 是你們的訂閱數 加持了我們 讓我們在4月6號中午過後 破百萬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點到11點 他在播的時候 我要盯著直播人數 升還是跌 一覺醒來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來點閱 一段時間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最後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爆新聞 君相還有優秀的五七爆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咱們咱們咱們 為大家看完 超快的 請大家請到 我們請